第四个生命使我们有智慧 从神的角度看世界 人最可怜的事情是活在两度空间里头 想用两度空间的方法解决两度空间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 从三度的空间看事情 然后解决问题是太容易了 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生命使我们有智慧从神的角度看世界 所以你可以想象生命是一个迷阵 两度空间的迷阵 你在里头怎么走都走不出来 而且很紧张很害怕 可是从三度空间往上从往下一看 这没什么了不起嘛 清清楚楚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生命圣灵是我们有智慧的 从神的角度看世界 没有生命的人永远以为自己很聪明 没有生命的人永远很骄傲 没有生命的人永远把世界上的知识 自己的能力当作第一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就是世界的神 出了问题神来祝福我 没有出问题神你离我远一点 我就是我的神 你谁跟我讲什么都不要听 这是很可怜的 这是很可怜的 生命是我们有智慧 从神的角度看世界 然后生命使我们经由基督与神连接 欣然面对未知的将来 你要知道我们的小孩子 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完全没办法掌握 你可以跟他现在跟他讲 你的确要做得好 你这样要去上这个大学 你这样要这个的 要这样这个的 可是我跟你说 将来二三十年以后他要做的工作 今天可能根本都没有这个工作 你要早都找不到 你早都找不到 那谁来掌控这个将来 只有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可以掌握这个将来 所以生命是我们跟基督与神连接 然后我们就很有信心说 神一定会照顾我的孩子 因为我是有生命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那我的孩子也是神的儿女 那我在教他们做一个有生命的人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大女儿十岁受洗 她大学毕以后找事 哇我是花很多时间啊 我觉得我自己是德州仪器的副总裁 我可以帮她 有很多的networking 根本没有用 我都快这个 nervous breakdown ok 极大的这个焦虑 然后有一天神就对我说 根本不是你的事情你在管什么 I said none of your business 我听了突然豁然开朗 这是他跟神的事情 大学毕业他跟神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那边很没有生命的紧张焦虑 那后来神经过很多的这个奇迹 让他做了一个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高兴的不得了每天笑嘻嘻的 这种事情我根本就没办法掌控 而且这个工作我根本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工作 他在医院里的做OT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工作 我根本不知道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所以我跟你说人的智慧非常有限 神的能量神的计划无穷大 所以生命是我们经由基督与神连接 欣然面对未知的将来 第六个是生命是我们有目标为神的荣耀而活 我们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所以就是基本上是房子没有盖在磐石上 风吹草动都全部垮掉了盖在沙土上 但是因为我们有目标为神的荣耀而活 所以我活的是永远的目标 永远的荣耀 永远的有这个磐石在做底子 所以我活得很有信心 人家跟我讲什么 人家怎么批评我 我是很有信心的去接纳 然后跟神的教导来比较 不会因为人家说讲明你很笨 很无聊 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怎么会做 我不会这样子说就跟他发脾气 跟他仇恨 我说没有关系我是神的儿子 我知道我不完美 我知道我要努力 但是你讲的跟神的教导相从我要听 圣灵感动我我要听 但是你讲的只是一个属世的价值观 好 好 好